在你寶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迁来 谦卑等狐狸一首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生灵起来 自由运行着地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迁来 谦卑等红领一首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生灵起来 自由运行着地 生灵的江河挽留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火水不提醒 生灵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无际 我们欢迎你 生灵我们爱你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迁来 谦卑等狐狸一首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生灵的江河挽留 神灵起来 自由运行着地 神灵的江河挽留 神灵的江河挽留 自由永留在这地 我们欢迎你 神灵的江河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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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永留在这地 神灵的江河挽留 跟这地 我心可不定 我心可不定 生命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擁有在這地 在我的裡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自由擁有到無際 我能懷疑你 生命我們愛你 生命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擁有在這地 在我的裡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自由擁有到無際 我們歡迎你 生命我們愛你 我們歡迎你 生命我們愛你 聖... 弟兄姊妹們 平安 欢迎你们上线来参与 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题目叫做 密实问道 就是在隐秘处我们跟神交往 寻求真道 那么在上一堂课里呢 我们看到进入密实寻求神的重要性 既然是寻求神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哪里 我曾经读过一个这样的有趣的故事 这故事说到在某一个村落里 有一户单亲的人家 家中有两个特别顽皮的孩子 若村里某户人家的东西被弄坏了 或不见了 大半都是这两位小孩所为 虽然邻居常有投诉 但小孩的母亲都拿他们没办法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新的牧师 这位单亲的母亲觉得机会来了 就决定请牧师好好的帮忙教导她的两个孩子 那牧师答应了 并要求这位母亲轮流把孩子送过来 结果母亲就决定把小儿子先送过去 当小朋友到达教会时 牧师就把他带到教会的办公室 并让小孩坐在牧师的对面 那牧师就带着很严肃的口文问小朋友 神在哪里 小朋友被这问题吓呆了 不知如何回答 牧师第二次以严肃的口文问他 神在哪里 这时候小朋友开始发抖 借着牧师提高声量 第三次的问他说 神在哪里 这时候小朋友耐不住了 一转身立刻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 小朋友冲入房间 便躲入衣柜里面 他的哥哥看到这个情况 便打开衣柜的门 问弟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小朋友呢 以站斗的声量回答说 牧师说神不见了 他以为是我们干的 虽然这是一个幽默的小故事 但是却牵领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神在哪里 我们进入密实 为的就是要寻求神 那问题来了 神在哪里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说 神在天上 那这样的回答 马上把神与人的距离 大幅的拉开 若是这样 人要寻求神 就显得相当的困难 但是圣经 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一处的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 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那主耶稣 曾对门徒这样说 我要求父 父就赐给你们 另外一位保慧师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真理的灵 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在你们里面 那让我再问你一次 神在哪里 这时候我相信你会回答说 神在我里面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九到二十节 也是这样说到 他说你们岂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面的 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宗教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 荣耀神 神虽然是无所不在 他更是借助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既然如此 你在寻求神的当儿 应该是往内看 而不单是往外看 如果当我们往内看的时候 我们应该留意一些什么呢 首先 我们必须意识到 神就是圣灵 就在我们里面 坦白说 很多旧徒都复略在他们里头的圣灵 更不要说以圣灵交通 很多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头 我们却复略了他 但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 却告诉我们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或者有些翻译成 圣灵的气通 团气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如果我们要与圣灵团气和交通 那首先 我们必须意识到 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因此呢 我们必须感谢圣灵住在我们里头 并表示我们乐意来亲近他 与他团气交通 所以当你进入密实的时候 我鼓励你 首先安静自己 然后要意识到 圣灵就在你里面 你必须向圣灵 表示你乐意来亲近他 跟他团气 与他交通 这是我们首先所应该要做的 要注意的 那其次呢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他同在的地方 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 然后究竟他与我们同在 是否有一些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的呢 那在约灰第七章 37到39节 圣经这么说 解旗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乐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自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少未得着荣耀 主耶稣讲这番话时 圣灵还未赐下来 但在五神节的那天 圣灵已经赐下 并且住在我们里头 若我们凭着信心 磕目圣灵的充满 那么按照耶稣的应许 那活水的江河 就会从我们的腹中 涌流出来 那诗人在诗篇114篇 第七到第八节 诗人曾经这样说 他说我因见主的面 便要整动 他叫磐石变为水池 叫尖石变为泉源 当我们寻求神的面 刻物与圣灵团契交通 我们会发现 那内在骨肝如坚硬的磐石的生命 将会涌出 将会涌出活水的江河来 是的 弟兄姐妹 就算你信主多年 但是有时你还会感觉到灵命的孤干 你那个骨肝程度 就好像那个坚固的石头一样 那神 却应许你说 当你来寻求他的面 你不但会被神所触动 或者震动 同时呢 他要使你内在那 骨肝坚硬如石头的生命呢 将会有活水 永逸出来 那主耶稣在院徽第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呢 他跟那个井旁打水的妇人 也曾经说了这番的话 他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我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知永到永生 所以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一个应许 我们每天喝的那些普通的水 饮料 喝了还会再渴 但是耶稣应许说 他要吃给我们那祸全的水 使得我们永远 使得我们永远不会感到 骨肝 口感 是的 当你来 寻求神的面 愿意以圣灵 团契交通 耶稣应许说 耶稣应许说 从你的腹中 要流出 火水的 江河来 所以 亲近神 以圣灵团契交通 能解决灵团 灵 孤甘的问题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还有领受 这时候跟你们分享 那一般上呢 我会进入一个房间 然后关上门 当我一个人独处 我就来亲近神 那我一般上怎么做呢 你可以坐坐也可以 跪坐也可以 就是你喜欢的一个 知识 然后呢我会轻轻的 把我的双手 放在我的小腹的上面 那小腹的位置呢就是你的肚脐 稍微下一点的那个部位 你可以轻轻把手放在那边 因为主耶稣允许说 当你科目圣灵 寻求祂的充满的时候 祸水的江河 要从你的腹中 你的小腹中 涌现出来 所以这个 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 就是那个接触点 就是小腹 所以我轻轻的把手 放在小腹的 这个上面 那么呢 我就会 默默的 轻声的 祷告 主圣灵啊 我这时候要来清静 感谢你 愿意住在我的里面 我 这个时候呢 要以你清静 我求主也以我清静 我们一起来 团契 交通 我甚至会说我愿意 把生命的主权 交出来 让你来同管 让你来掌管 求主你 大大充满我 完全的得着我 让我如今 去获作 不再是 那个旧我 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新生的样子 那我就 默默的 在那边等候神 亲近他 这段时间呢 不需要讲太多的话 更不要 把你的 所谓的 购物单 拿出来 就shopping list 我们说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 就是 求这个 求那个 要神赐福我们这样东西 那样东西 帮助这个人 帮助那个人 等等 当然这样的带导 没有错 但是这一个时段呢 主要的不是带求 主要的是你来亲近神 跟他有亲密的交通 来 来体贴神的心意 来 尊主为大 所以这个段时间最好 不要讲太多的话 开始 讲你欢迎圣灵 来与你亲近 你等候他就好了 不要讲的太多 然后你 就静静的 坐在那边也可以 跪在那边也可以 把你双手 轻轻放在你的 小腹的 上面 那么 当你持截以恒 这样做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 你会发觉你的 那小腹那个 那部位呢 会开始发热 甚至呢 有一些 我认识的牧者呢 他们 分享里面告诉我 他们 会突然间 那个腹部 有 整动的现象 等等 但是呢我这里要特别提醒 不要太过关注于这些的现象 因为 我们来 到神的面前 主要是来寻求他 所以我们应该把焦点 放在与圣灵交通的 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的是 赐礼物的主 多过 主所赐的 小礼物 这是一个窍门 不要因为有点点的 属灵的经历啊 比如说 小腹发热啊 腹部会有 有整动的现象啊 甚至以后 还有那种 莫名的 喜悦啊 英文说 Estasy 就是 超然的那种 兴奋的喜悦 的 状况出现 这些都是小礼物 但是 不要 把焦点放在这些的 小礼物上 你的焦点是来 亲近神 神 应该是 你寻求的那个焦点 所以在 属灵操练 这个过程当中呢 沿途 你将会有不同 新的发现 而且呢 在这个旅程中呢 你将会成为一个 属灵人 按照圣经 等下我会让你看到 你会逐渐的 被圣灵 转变 更新 成为一个 属灵的人 那属灵人 会有什么强限 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 就是 格林多前书第2章 14到16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 神 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 遗作 你看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一个属血气的人 不会领悟 圣灵的事情 反而觉得这是遗作的 甚至胡乱批评的 但是属灵的人呢 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 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有基督的 心呢 所以因为看重圣灵 并渴望与他 团契 交通的人 是一个属灵的人 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的心意会不断地被圣灵更新 而逐渐成熟 成为属灵的人 他不但拥有 基督的心 他同时 按照圣经所说 能够看透 万事 这是 美妙的不得了 是你那洞察力 你那 那个 所看见的 是往往比 一般的普通人 更深入 更广阔 更透彻 因为 属灵人能够看透 万事 如果你是一位属灵人 那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看不透的 同时解决不了 因为 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 而且呢 凭着圣灵的指引 他能够 解决 很多 棘手的问题 但是 这些属灵人有时候 也会被 他身边的人 甚至包括一些 属血气的基督徒 所误解 因为他们看不透他 他们会觉得他有些的行为 举止 可能会觉得 有点 奇异 跟他们不一样 和胡乱批评他 这些 都可能会出现的 一些的 状况 但是 不要在意 因为 属灵人跟 属血气人是 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 属灵操练的旅程当中 当你科目圣灵 与他团契交通 常常 亲近他的时候 你的心意 就会不断的被更新 转化 你将会成为一个 属灵人 而且呢 你能够 看透 万事 而且呢 你能够 凭着 做圣灵的指引 解决 甚至一些 非常 棘手的 问题和困难 所以我欢迎你 开启这个 属灵操练的 旅程 如果你上个礼拜 听了我第一堂课之后 还没有进入密室的话 我真的盼望 你从今天开始 就要进入密室 开始的 客目 与圣灵 团契交通 你将会得到 出福意料的 一些的属灵的经历 你的灵命 将会 大大的 被提升 你将会成为一个 恶福 新神心意的 属灵的人 愿神 亲自的 用慈神 爱树 牵引你 引你 进入 密室 就像在 雅各苏所说的 良人 牵你 我就随他 进入 那个密室里面 与神 有更深入的 团契 交通 愿你们 从神那边 得到新的亮光 新的力量 还有新的 这个指引 知道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超然的 愿你们 平安 阿们